動動手機或用手指滑動螢幕 就能觀看360度的全景動畫短片 平凡日子 畢業於台北藝術大學的林欣 獲得教育部藝術與設計 精英海外培訓計畫的補助 前往奧克蘭媒體設計學校進修 她透過一分鐘的動畫 呈現台灣鄉間的日常 讓紐西蘭師生進而認識台灣在地文化 比如說VR科技 然後跟傳統二D手會結合 所以我就做360度全景短片 然後是用2D動畫做的 然後它就是場景 就是台灣文化這樣 就是因為我是台南人 然後所以我畫的大部分 就是台南的一些建築 就讀台灣藝術大學硕士班的周宇婷 則到了歐洲動畫名校 法國哥柏林視覺學校培訓 並以優異的作品級 申請進入製作小小兵 神頭奶爸等知名動畫電影的公司實習 現在也參與寵物當家2的主要鏡頭製作 我參與的是 他們為在明年上映的寵物當家2 那他們這個是因為是電影水族的專案 所以應該說在裡面也有製作到主角的鏡頭 然後學習到什麼叫做電影水族的製作流程 那我未來一整年的話是 文物前是會在法國繼續就職 教育部每年提供具備數位媒體 視覺傳達設計或產品設計專長的精英學子 到海外進修 獲選者可比較公費留學考試 獲得約新台幣150萬的補助 各位是106年出去經營完 107年又會加入建築跟景觀了 然後人數可以再擴大到30多位 那到了108年我們又加入時尚設計 所以我們的內涵越來越豐富 18位歸國學員的作品及學習心得 將在台北華山文創園區展出到11月21日 中央廣播電台記者鄭祥雲 陳國偉 台北採訪報導